提到近几年来香港优秀的警匪片 大家会想到什么 可能脑中第一个蹦出来的就是吴坚岛 但除了吴坚岛 好像大家一时间就想不起别的了 那今天就让我给大家推荐一下 这部2016年上映 口碑票房双丰收的电影 使徒行者 电影一共两部 每部的剧情都在不断反转 每个人都在布局 不到最后一刻 你绝对猜不到他们的真实身份 那么废话不多说 让我们进入剧情 巴西队长比我还耍哭 谁怕谁啊 他不就是一个桑拿凑备的 还说自己会骑工那种 快点搞定啊 我们还要去桑拿 怎么定了 这对在杀手面前谈笑风声的好兄弟 一个叫嘉辉 一个叫谷仔 他们是一家国际贩毒集团的干部 因为最近 集团交易频频走漏风声 幕后老板怀疑两人之中有内鬼 于是抱着宁可挫杀 但绝不放过的态度 派出杀手解决他们 事情还要从几个月前说起 警方卧底小曼在执行任务时 收到一条短信 仔细一看才发现 居然是用康氏密码写成的密信 试试他的趋势 小曼用同样的密码逻辑 询问对方是谁 神秘人说自己是康景斯的卧底 Blackdale 很希望能回归警队 之后又给了小曼一个坐标 约他明天晚上七点见面 为了安全起见 他将此事汇报给了自己的上司监男友武警官 后者立刻赶回 犯罪组织暗 他手下培养了一批卧底 身份高度保密 平时只用他自创的康氏密码联系 与骇前 康景斯为了保护卧底安全 将系统档案全部删除 导致警方与卧底失连 而小曼正是那批卧底中 唯一被巡回的姓妍 由于Blackjack身份存疑 且没有任何相关情报 武警官只能从他给出的坐标入手 同组警员查询后得知 坐标位于港湾天际酒店 而明晚7点 冬友集团将在那里举办一场大型酒会 4日 小曼盛装打扮 出现在港湾酒店门口 结果刚下车 不好意思 喂 武警官努力不让自己笑出声 毕竟警局里能看懂康室密码的人 就只有小曼 今晚能不能找出Blackjack 也全看他在酒会上的发挥 宴会开始 宾客们纷纷落座 集团主席林东友上台致死 可谁也没想到的是 一伙蒙面人早已潜入酒店 还在宫殿室里安装了液体炸弹 林东友刚一上台 炸弹就被引爆 整个会场顿时乱作一团 宾客们四散奔逃了 林东友则在混乱中被人抓住 稀里糊涂穿上了将落伞 这有两个尖 还有一个 蓝色 不好 还是红色 好在神秘人没打算要他的命 只是想吓唬他一下 把他挂在板空后 便顺着钢索逃之遥遥 这时 街角驶来一辆黄色法拉里 开车的赫然就是骨仔 他这次过来 是为了接自己的好兄弟嘉辉 你怎么改变计划不说呀 影响你了吗 他都没有 意料之中了 两人驱车逃离现场 武警官发现后赶紧追了上去 不料对方早有准备 用大货车藏身 躲过了追捕 嘉辉顺利完成任务 第二天开会时 却被公司元老阴阳怪气的嘲讽了一顿 后者说他这么爱出风头 迟早要引来警察 嘉辉也不是人气吞声的性格 当即拿出事实说话 根据警察过往监察我们 最长三个月 就算这三个月白交租没收入 算上水费 电费 七七八八也就是 我过去三年里为公司所说纯利的两个白粉 嘉辉能力出众 有头脑有胆识 幕后老板对他十分满意 还准备把巴西那边的业务交给他来打理 临行前几天是古仔生日 嘉辉特意抽出时间为他庆祝 习间 古仔提出想去巴西做白粉生意 向嘉辉征求意见 没成想遭到了拒绝 两人是过命的兄弟 当年嘉辉和仇家血拼 若非古仔出手打酒 他怕是早已命丧黄泉 因此这些年来 嘉辉很少拒绝对方的请求 可这次巴西一行生死难尿 嘉辉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兄弟冒险 幸好古仔也不想和他撕破脸 于是没有强求 顺势将话题转移到了别处 嘉辉给他表演了一个小魔术 算是赔礼道歉 两人默契地将此事翻天 不久后 小曼再次收到Blackjack的短信 对方发来左标 急切地想要和他见面 两人约在澳门的一家赌场里 碰头地点先后从泳池转移到赌场大厅 在接连两次并不愉快的偶遇之后 小曼终于从古仔的小动作中 发现了端倪 I A B G 我是不对这 这是他 古仔把小曼拉到角落里 假装撩妹 在她的屁股上粘了一张房卡 随后便先一步回房等待 小姐你走错房间了 古仔没等到女警 反而等来了一位衣着暴露的美女杀手 被对方按在房间里一顿暴倒 小曼不知道古仔遭遇了什么 听着屋里的动静 还以为他是个变态 吓得转身就想跑 小曼这话也意识到了情况不对 迎着头皮加入战斗 结果笨手笨脚精添麻烦 古仔为了保护他挨了一针 站起来没跑两步就晕了过去 还好武警官及时赶到 假装掏枪吓跑杀手 救下了两人 同一时间 远在香港的家辉 也遭到了杀手袭击 保镖们纷纷掏出武器对地 生活助理小英掩护家辉撤退 但杀手还是很快追了上来 老板先走 家辉相信小英的伸手 默默走到墙边抽烟 之后又顺手帮他解决了最后一个敌人 经过这一系列事件之后 家辉和古仔重新会合 上次郭老板把两人叫到地下车库 说是给他们准备了一份大礼 古仔看到小曼 吓得冷汗直流 他本想撒谎说不认识对方 没想到手机里的短信暴露了一切 幸好康是密码只有卧底能看懂 小曼又坚称那些短信只是优惠链接 家辉抓不住把柄 开始检查古仔的手机 没发现可疑信息 反而从电容笔底找出了一枚定位器 古仔摇头 表示自己并不知情 家辉也没怀疑他 直接抬手朝旁边一名保镖开枪 接着从对方身上搜出了一个监视器 家辉逼问保镖 是谁在跟踪他和古仔 保镖没说谎 眼神却下意识看向郭老板 你肯定不知道出卖别人的下场 你要是不说 你的家人就只能陪你一起了 这番话看似劝告 实际上却是赤裸裸的威胁 保镖为了不连累家人 只好主动求死 家辉和古仔都不是傻子 看见这一幕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之前针对他们的两场刺杀 肯定也是郭老板的手笔 见事情解决 小曼本想找借口脱身 谁知下一命 一位大佬从黑暗中走出 一遇到破了他的身份 来人名叫欢喜哥 是香港最大的毒品中奸商 刚和郭老板谈完生意 没成想 居然在这里遇见了老熟人 欢喜哥解释 小曼曾是他的相好 之前狠狠坑过他一次 等事后调查才发现 对方原来是警方卧底 你太大意了 当晚 古仔向武警官传达了小曼的死讯 武警官悲愤交加 原本怀疑古仔身份的他 决定破釜沉舟 直接放弃调查 把古仔当成卧底警察来用 里边 嘉辉查看赌场监控 发现古仔曾用摩斯密码 偷偷向小曼传递暗号 这让他忍不住起了疑心 当即决定变更计划 带古仔一起去巴西交易 此时的古仔还不知道 好兄弟已经怀疑上了自己 落地后第一时间 就给武警官发了条短信 后者提醒他 要时刻保持电话开机 以便警方定位和监听 这之后 古仔和嘉辉几经辗转 被带到了独销的大本营 例行检查时 一个小喽喽偷偷将炸弹安在了车里 巴西独销则是用本地方言 对两人大肆嘲讽 很明显是不怀好意 嘉辉没有生气 毕竟口舌之争毫无意义 做生意还是得用货物说话 他带来的这批毒品全是上等货 买家验过之后十分满意 然而 看似顺利的交易 下一秒便被枪声打断 巴西独销被藏在暗处的狙击手射杀 嘉辉则趁乱带着古仔逃了出去 原来 他早就听说对方要黑吃黑 于是提前买通雇佣兵 准备先下手围墙 但独销在当地的势力不能小觑 然而顶着机枪扫射 一路把车子开进了贫民窟 眼看无处可躲 嘉辉索性下车和敌人火拼 突然一颗榴弹飞来 狐仔扑过去为他挡了一枪 这下情况更加棘手 兄弟俩被压制在角落动弹不得 幸好巴西警方的支援赶到 这才得以脱身 两人刚逃回车上 车门就自动上锁 紧接着 郭老板的电话打了进来 原来这一切都是郭老板安排的 他见嘉辉在集团里越来越有声望 担心对方功高盖住 于是让巴西独销杀了他 你计划得挺好 要抢货 要抢钱 现在只差你消失了 整个事件就可以嫁货给你 郭老板心胸狭窄 没有容忍之量 嘉辉对他早有防备 来巴西之前 嘉辉联系上了幕后老板董先生 并在对方的授意下 高价买同杀手 把真正的炸弹 安在了郭老板车下 不都说了 你走好 解决了郭老板之后 巴西的事情算是告一段落 嘉辉把骨仔带到体育馆 想要弄清楚 自己这位好兄弟 到底是人是鬼 怎么样 没话说了 面对铁证 骨仔不得不承认 自己是警方卧底 但同时他也能看出 嘉辉没打算真的动手 于是便大着胆子 提出自己的想法 现在公民死了 之前刚刚好 我帮你在警察那边接收情报 黑白两刀都是我们的 嘉辉被气得头疼 朝一旁连开竖枪 负责远程监听的警员们 纷纷愣住 以为Black Jack不幸遇害 武警官却从中 听出了不对劲的地方 刚刚的枪声很有规律 似乎是一组模式密码 武警官人都傻了 现在嘉辉和骨仔都自称Black Jack 那到底谁才是真的 为了查明真相 他带着欢喜哥来到一间密室 见到了本该死去的小麦 原来欢喜哥也是警方卧底 十几年前 他的直属上司越海 之后不久 又有毒贩高价购买卧底资料 欢喜哥担心身份暴露 索性将自己的档案删除 后来辗转成为武警官现人 这才有机会重返警队 不久前 他听说小麦有危险 于是匆忙赶到车库 利用血带和空包弹 骗过在场众人 救了小麦一命 寒暄过后 三人开始查阅资料 试图找出真正的Black Jack 小麦在查看监控时发现 家伙有玩魔放的习惯 而他拼出的图案很眼熟 之前曾在康警官那里见过 这时 武警官突然想起 四个月前 有黑客入侵康警司的电脑 时间虽然只有短短两分钟 但卧底Black Jack的档案 和很少有人知道的康氏密码表 都有被浏览过的痕迹 而在家辉和谷仔两人中 会黑客技术的 就只有后者 这样看来 家辉才是真正的失联卧底 而谷仔只是个贸认身份 趁火打劫的贼 次日 董先生同时约了家辉和欢喜哥吃饭 席间由他牵头 把自己的心腹介绍 给了合作伙伴认识 没成想 三人共饮一杯后 董先生突然发难 让人把郭老板的手下压上来 并当着欢喜哥的面 干掉了这个倒霉鬼 欢喜哥 一块玩呢 就得有点把柄在别人手里 你说点 耶 欢喜哥的表现 并没有打消董先生的怀疑 他接着又提起自己刚入行时 曾受人委派 杀害了一个叫小娜的女人 接着还详细描述了 自己是如何挖出小娜的双眼 原来不久前 他意外得知 欢喜哥的前妻就叫小娜 这才起了疑心 可不管他的描述多么残忍 欢喜哥始终面不改色 这个事件 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呢 如果我老婆被你这么弄死 你说你还有命在这儿咳药吗 董先生看不出破绽 终于可以放心谈合作 很快 警方就收到相关情报 并针对即将开始的大宗毒品交易 展开了行动部署 家辉怕谷仔参与启动 会丢了性命 于是提前准备好一切 只要谷仔离开香港 就能过上开豪车 泡酒吧的潇洒生活 谁知骨仔压根不领情 两人之间矛盾的根源 也从来都不是钱 我不想去会议室的时候 被人家解住 会议室里是什么人 他们有什么了不起 你走进去又能代表什么 贾辉身心举皮 结果刚走进停车场 黑暗中就冲出一群杀手 朝他疯狂开枪 想因为了保护他苦苦支撑 最终惨死于乱枪之下 与此同时 藏在安全屋里的小曼 也遭到杀手袭击 他想从后门逃走 不料和敌人撞了个正着物 危机关头 武警官出现了 他让小曼先走 自己则留下来和敌人搏斗 当电梯门再次打开时 杀手被成功解决 可武警官也已经身受重伤 此时最后一名敌人追来 小曼鼓足勇气 抖着手往枪里填弹 危机解除 但这也是武警官 最后一次给小曼讲冷笑话 出了这么多事 嘉辉怀疑是古仔做的 于是来找他心事问罪 古仔本想一走了之 这时嘉辉拿出手机 录像里是正在睡觉的文文 和他床边的一颗定时炸弹 文文是古仔仇家的女儿 但大人之间的恩怨 无论如何也不该牵扯到孩子身上 这些年来 古仔一直尽心尽力地照顾小姑娘 把她当成亲生女儿一样疼爱 但此时 这份感情却遭人利用 成了古仔的催命夫 警察以无辜女孩的性命为妖戏 逼迫毒贩自杀 这场景简直荒唐 可古仔毫无反抗之力 文文是他的干女儿 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去死 古仔应声倒地 幸好呛力装的是空包蛋 文文床上的定时炸弹也是假的 十几年的兄弟 把话说开也就是了 古仔没有去抢那批火 派人暗杀嘉辉和小曼的也不是他 嘉辉相信他的为人 兄弟俩终于兵事前嫌 谭小坚 董先生派出的杀手赶到 原来集团这次交易损失惨重 董先生怀疑身边有卧底 但他懒得去找那鬼到底是谁 索性把和警察有交集的人全都杀了 嘉辉古仔相视一笑 起身硬碟 杀手能被董老板信任 自然伸手不凡 刚一照面 兄弟俩就各自挨了一刀 他们用手边能拿到的一切物品回击 终于将杀手砸晕 正准备离开包厢时 走在后面的嘉辉遭到偷袭 贝莲捅好几刀 古仔把杀手推开 但后者再次扑上来 一刀捅穿了他的掌心 嘉辉抄起灭火器 与杀手对挡 结果被撞进一旁的理发店 片刻后 只有杀手走了出来 古仔捡起匕首朝他刺举 反被按在墙角动弹不得 生死关头 嘉辉从店里爬了出来 用尽最后一点力气 猛地撞开杀手 接着扛起对方 冲到了街上 古仔亮枪地走出来 贵到在家会面前 可一切都太迟了 与此同时 董先生人手用尽 想要溜之打击 却看到客厅里 不知什么时候 前进来的欢喜歌 正看着他露出微笑 董先生负于顽卡 被警方当场抓获 而随着他的落 一个国际贩毒集团 被彻底捣毁 欢喜歌给前妻上了箱 重新回到警队 至于嘉辉 警方在调查时发现了 可以证明他身份的照片 这位常年行走于黑暗中的卧底 终于有了回归光明的一天 好了 以上就是第一部的剧情 不知道大家看完后 是否有种原来如此的畅通感 而第二部 虽然讲了完全不同的故事 但依旧延续了这种不断反转 高潮迭起 每个情节环环相扣的风格 那么让我们继续往下看 视频中 持枪匪徒干掉一名警察 却放过了同样身为警察的骨仔 而他竟也默许对方离开 种种迹象表明骨仔的身份有大问题 还装好警察 你累不累 骨仔心虚了 他突然爆装将阿辉撞向墙里 想要尽快脱身 可阿辉不依不饶还想开枪 骨仔双手交叉用力一拍 把枪打掉 眼中杀气避陷 用力抱着阿辉往前推 然而争执间 阿辉不小心掀开了他的衣服 在看见他背后的伤疤时 瞬间变了脸色 脑中突然闪过小时候的画面 那时 阿辉和好兄弟恩仔 一起在孤儿院里长大 有天两人一起出去放风争时 意外遭到黑衣人的绑架 恩仔拼命反抗 从黑衣人手底挣脱 然而在他要跑时 看到阿辉还在他们手上 又冲回来救人 争执间 恩仔被推倒摔在石头上 滑上了后背 而阿辉脚底一滑 滚下了山坡 就这样 恩仔被黑衣人带走 两兄弟从此失散 现在这块把显然在告诉他 眼前这个黑镜就是当年的恩仔 而对方却对他起了杀意 阿辉无法想象 这些年他都经历了什么 因为根据警方调查 的确存在一个用非法手段掳走儿童 并将他们排养成特工的犯罪组织 而这个组织之所以最近被警方盯上 还要从几天前的一场车祸说起 香港街头 车里的男人眼含热泪 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 随后 他用里拉操作杆 猛踩油门冲了出去 汽车在人群中横冲直撞 尖叫声此起彼伏 很快就有市民受伤 直到这辆车撞上大巴车后停了下来 警察很快赶到现场 而车内的司机一脸惊恐 拿出小刀底在脖子上 选择了自我了结 没人知道这个男人为什么要这么做 但引起警方注意的是 事发之前有人匿名报警 提醒警方此地会有车祸发生 这显然是在告诉警方 这是一场早有预谋的袭击事件 情报科总督察阿辉调查到 匿名举报人是一个名叫小瑶的记者 别看他平平无奇 实际上是个顶级黑客 小瑶很清楚 以他一人之力能做到的事情始终有限 跟警方合作是他最好的选择 大约半个月前吧 我想写一篇关于人口贩运的报道 于是用了我的专长 黑进了一个国外的大型数据库 那次 小瑶意外发现了这个犯罪组织的秘密资料 对方当时阻截他 所以他只下载了部分档案 破解后发现他们正策划在香港搞事情 而且是由警察包庇的罪案 你凭什么时候说 因为在我黑道的档案中 还包括一部纪录片 以及一些文字资料 这些资料显示 犯罪组织从世界各地绑架而同 经过长期训练 将他们排养成特工 再把他们渗透进全世界的警局中 以此来达到他们想掌控世界的伟大理想 正说着 保安部警司古仔走了进来 跟情报科的领导要人 他已经牵涉了两宗大型的袭击 谁案子归武 谋管 古仔态度强硬 坚持要带人离开 刚暴露出有黑警 他就来抢人 这让宇哥警惕起来 我是不是应该防范你 你不也是警察吗 古仔一句话把宇哥堵得哑口无言 意思是你不信我我也信不过你 咱俩谁都别说谁 但性格仗扬的阿辉 给出了不一样的反应 审讯师是单想玻璃 他看不见外面 却精准锁定了古仔的位置 嘴角明明挂着笑 却看出来一脸挑衅 古仔走上前 与他争锋相对 六年前当过卧底 背对后 败是长预计 这话是古仔在点探 我是你领导 你还敢这种态度 此时 没人知道真正的黑警是谁 这就是一颗藏在警队内部的定时炸弹 阿辉从审讯室走出来 把主场让给古仔 抢人大战暂时告一段落 离开时 阿辉跟宇哥吐槽 这什么态度 你第一天认识他 一向都板着个脸 古仔接受案子后 查到小妖把记录犯罪组织档案的硬盘藏在缅甸 他提议先去把东西拿回来 警队高层全票通过 于是古仔被安排带队前往缅甸找回硬盘 然而这次行动注定不会太顺利 一个小时后你动身去缅甸参与行动 为了避免有内鬼 本来不适合太多人猜 但我考虑到支援的问题 我还是找了几个人帮忙 我相信主场的安排 随后办公室的门被打开 宇哥跟阿辉一起走进来 古仔表情瞬间凝固 警队里有内鬼 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上司却把跟他最不对付的两个人叫来支援他 摆明是对他不信任 而阿辉对他的态度 也证明了这一点 去往缅甸的飞机上 阿辉突然跟他搭话 难道你不认得我了吗 两人是多年的同事 怎么可能不认识 古仔意识到这个问题别有深意 两年前在坟里有反恐训练 我跟过你 古仔不屑地摇了下头 明白这小子原来是想试探的 当即表示阿辉认错人了 阿辉也不尴尬 解释自己职业病犯了 以前他当过卧底 习惯到处寄人 只是没想到这次失误了 我没见过卧底这么外露 外露也可以是故意的 交谈结束 两人很快抵达缅甸展开行动 阿辉通过眼镜里的摄像头 将现场画面传到宇哥这边 缅甸警方全程配合他们工作 在周围进行部署 来到藏有硬盘的房间 警察撞开大门 房间里没有可疑身影出现 看似安全 然而下一秒 意识到情况不对 古仔和阿辉立刻捡起地上的枪 冲进房间 废墟里躺着一个人 被炸的只剩下一口气 硬盘 古仔来到阳台 对着抢走硬盘的黑衣人连开鼠枪 对方训练有素 正是警方正在调查的犯罪组织成员 只见他脱下外套 包住电线从楼上荡了下 古仔立刻去追 而阿辉绕到前面包抄 一门棍将对方砸晕 抢灰硬盘 正要撤退时 大量手持机枪的黑衣人 冲出来朝他们开枪 现场顿时乱成一团 突然 古仔注意到有人瞄准了阿辉 他想都没想推开阿辉挡下了这一枪 好在穿着防弹衣 没什么大事 两人边打边退 想尽快爬上直升飞机离开现场 但是对方火力太慢 飞机无法靠太近 阿辉爬上车顶 先把硬盘用力扔上去 阿辉回头看了眼 仍在战斗的古仔 心里对他是黑警的 疑虑打消了几分 他不忍心抛弃 对我独自离开 说了句等我 就跳下来继续战斗 而此时直升飞机接连遭到重创 再这样下去要支撑不住 为了大局着想 雨哥再三犹豫后 忍痛下达指令 让直升飞机带着硬盘返航 看着飞机飞走 阿辉和古仔傻眼了 警队竟然抛弃了他们 两人对视一眼 做出最后的拼死一搏 这时 楼上黑衣人射出炸弹 轰得一声无数辆汽车被先飞 刚刚站在这里的阿辉 也消失在熊熊烈火之中 好在这是缅甸警方终于赶来支援 凭借强大火力压制住犯罪分子 而古仔恍恍惚惚站起来 开始在遍地废墟中 寻找阿辉的身影 结果却是一无所获 此时飞行员将硬盘载入电脑 发现里面竟然是空的 听到这个消息 雨哥顿时头脑发懵 他牺牲兄弟换回来的硬盘 竟然是假的 警队高层召开紧急会讨论此事 大家纷纷认为 硬盘是阿辉交出来的 现在他还失踪了 嫌疑很大 很有可能他才是内鬼 我还在担心我伙伴的性命安倍 但你们却在怀疑他是不是有问题 雨哥情绪失控 他与自己未来的前途 担保阿辉不是黑警 可是现在说这些也没用 阿辉失踪是既定的事实 古仔怀疑是小瑶设局坑了他们 于是找上门质问 你到底是什么人 跟恐怖分子有什么关系 小瑶从古仔嘴里得知缅甸发生的一切后 突然痛哭起来 原来房间里那个被炸死的男人 是他多年的朋友 小瑶无法接受现实 不肯再透露一个字 古仔一切之下 提供假情报害死警察为将他拘捕 而此时谁也没料到阿辉还活着 并且真正的硬盘就在他手里 那硬盘在我手上 电话那头的神秘人是谁 阿辉为什么要这么做 难道他才是黑警 此时我们不得而知 而古仔这边 正带着小瑶往警局赶 路上突然飞进来一枚子弹 将开车的警员抱头 接着阴魂不散的黑衣人将他们包围 护送的警员中枪倒下 只剩古仔和小瑶还咬牙撑着 紧要关头一辆越野车突然冲出来 车辆下方射出无数发烟雾带 现场顿时变得烟雾缭绕 什么都看不清 而白茫茫的一片 突然出现几个戴着防毒面具的人 迅速干掉刚刚的黑衣人 然后电晕古仔将他抓走 而等他醒来后彻底傻眼了 为什么是你 阿辉很坦率 直言自己是为了钱 小瑶知道了犯罪组织的秘密 导致对方在黑社买凶杀人 阿辉只是借植物质便小赚一笔 钱到位了他什么都能做 他背叛了警队 黑警身份似乎已经坐实 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他手中的视频证明了 古仔才是犯罪组织安插在警局的卧底 仍然皆以名牌 按理说古仔可以跟阿辉合作 可不知道为什么 他却想干掉阿辉 更可疑的是 当阿辉根据他身上的伤疤 确定他是自己幼年的伙伴 跟他相认时 古仔没有表现出任何惊讶 古仔逃了出去 回家的路上他想起很多事情 小时候他被绑走 在组织里遭受了非人的折磨 亲眼看着他们杀人 子弹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打到他身上 后来他妥协了 被培养成一名特工 为组织杀了很多人 然而这样双手沾满鲜血的日子 让他痛不欲生 甚至一度想过要自杀 可他最终没能开枪 因为他放不下自己的亲女 为了摆脱这样的生活 古仔违反规定逃离了组织 然而还没等他过上想要的日子 组织就再次找上他 当着他的面 毫不犹豫地杀了他的妻子 总部曾教过你 你有关心的人 结果会更怎 啊 瞧瞧 成这样啊 组织威胁他要是想女儿平安 就再干五年 五年后总部会给你自由 古仔梅的选择 于是在组织的安排下 他进入了警队 而那次在更衣室 他看见阿辉衣柜里的拼图和魔方 就认出阿辉是小时候 经常跟他一起玩魔方的好兄弟 可他不敢跟阿辉相认 怕被组织知道后会伤害他 可他怎么也想不到 最终他们还是 以这样残忍的方式相认了 即便他没有承认 但刚刚开枪时 他故意射完 就已经证明了一切 然而更让他想不到的是 其实这一切都是 阿辉跟上司设下的圈头 阿辉其实来自香港警队下属的 一个专门反恐的神秘部队 因为要高度保密 外人根本不知道 这个部队的存在 现在他们已经揪出 古仔就是黑警 那么下一步 就是要干掉他 清楚警队隐患 你们杀了我好朋友 让我很不开心 所以现在协议感 要加上你的命 我无能为力 阿辉以为 手握犯罪集团的重要秘密 就能获得与恶魔谈判的筹码 但他忘了恶魔就是恶魔 犯罪组织的头目 见他不配合 竟然用全香港人的性命 做威胁 这段视频里 明显可以看到犯罪分子 携带炸弹来到脑市 除了这个 还有三个 会在下班的繁忙时间一起爆炸 如果你真的不是代表香港警察的话 应该对你没什么影响 很明显对方这么做不仅是威胁 更是试探 阿辉把自己伪装成为了前背叛警队的黑警 以跟他们做交易的名义接近犯罪组织 但对方显然不相信 来跟阿辉街头的黑衣男起身离开 还睡鼓仔一起走 意思是交易取消 你以为你在隧道里换人神不知鬼不觉 原来对方一直在监视他 也看穿了他的计划 组织头目通过监视他 已经找到黑客小瑶的藏身之地 只要干掉他抢走硬盘 就没人知道他们的罪行了 现在阿辉没有了另价值 高楼上的狙击手 将枪口对准他 正要开枪 却被一枪爆头 原来阿辉也早就安排好了帮手 他在桌子上用力一踢 随后举枪对准对面的黑衣人 但对方人数太多 阿辉借助广场上的掩体边打边挪 不过撤退之前 他还有件事情要做 就是告诉组织头目一个秘密 你以为姚可依真的被掳走了 原来阿辉跟他玩了一手计中计 看似他们在半路上 让真正的小瑶去了开往安全物的车 实际上是个障眼法 那辆车上的也是体身 刚刚你的电脑画面闪了一下 其实那个时候 已经换上我们预先拍摄好的画面 提前埋伏好的警察 早已干掉了对方的手下 而真正的小瑶正在入侵犯罪组织的内部档案 准备将他们的犯罪证据全部拷贝下来 这场精彩的表演 让组织头目输得很彻底 他勃然大怒 命令手下立刻杀掉那个女人 黑衣人办事效率很高 很快就将小瑶锁在车辆撞飞出去 手持机枪向对面扫射 防弹车不断发出警报 提示他们坚持不了多久 于是一波警察持枪反击 另一波警察掩护小瑶离开 然而小瑶突然挣脱束缚 扭头又钻进车里 他马上就要查到犯罪组织的老巢 那关乎着全香港人的性命 他不能功亏一篑 车上的弹控越来越多 黑衣人也逐渐逼近 好在胜利永远站在正义这一方 小瑶成功了 此时防弹车发出最后一次警报 随着一颗子弹穿透玻璃 小瑶牺牲了 根据小瑶提供的定位 警方迅速出动 抓捕了在港的恐怖分子 随后知道犯罪组织的老巢 警方人员种多 这场围剿迅速且干脆 而组织头目在中弹后撞碎了身后的窗户 当场被碎片磨了脖 然而这边正要撤退的阿辉 突然撞上骨仔的枪口 他没有躲避直接迎了上去 而骨仔扣动扳机 却击中了身后的黑衣人 原来不久前两人见过一面 当时骨仔奉组织之命 来跟阿辉谈判 因为正处在被监听的状态 他便通过魔方向阿辉传递了一个信息 阿辉根据这个信息 来到骨仔家找到那面墙 直到他看见骨仔留下的求救信息 才明白骨仔也是被逼无奈 才帮犯罪组织做事 眼下两兄弟强强联合 势必要将这个犯罪组织连根拔起 还香港安民 偏偏黑衣男还是不肯放过他们 一脸怪笑地展开追击 强声导致附近参与表演的牛手机 追着红色的跑车狂奔 随后两辆车顶着一头牛飞了出去 汽车掉下山坡 摔在一处废弃建筑旁 骨仔被甩飞出去 阿辉则被牛角刺穿大队 好在由骨仔帮忙开枪打跑了宫女 并且在汽车爆炸之前把阿辉救了出来 此时两人身上都有不少伤 但终于有机会把话说开 其实这些年 阿辉一直很内疚 当初要不是骨仔放弃逃命的机会回来救他 被绑走当黑警的人就是他了 就在兄弟俩眼含热泪时 骨仔突然中枪 血溅了阿辉一脸 开枪之人正是黑衣男 不过这一枪并没有伤及要害 兄弟俩人合力对付黑衣男 但是对方太难伤 他们俩又多身受重伤 最后还是公牛立了打工 一记暴冲将黑衣男撞了个对穿 骨仔和阿辉两兄弟结后余生 终于松了口气 故事的最后 骨仔的女儿被救了出来 警队内部的其他黑警也被揪了出来 英雄完成了他们的使命 世界也终于恢复瓶颈 电影至此结束 本来在看这部电影时 看见网上差评一片 我是没抱什么希望的 可能也正是因为期待太低 看完后竟然感觉还不错 虽然跟第一部比确实差点一死 但胜在反转丝滑且合理 逻辑完整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几位主演的清醒演艺 片中骨仔和阿辉的眼神戏 实在太精彩了 虽然有时候我们会埋怨说 现在的港片好像永远都是这些演员 可仔细想一想 如果连这些演员都不再出现在荧幕上 我们还能看什么 港片是不是就真走到了末路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